每周五万里大平国小下午都有一个特别的歌唱班 由大平的音乐老师准备长辈们喜欢的歌曲 带着老人家来歌唱 其实这个歌唱班不只是有联谊的效果 松年大学还期待透过学唱歌曲提升长辈的视字率 并且也促进带肩的情感 万里区的松年大学在大平国小每周五下午都有一个特别的歌唱班 由大平国小的音乐老师准备长辈们喜欢的歌曲 一句一句带着老人家来歌唱 其实这个歌唱班不只是有联谊的效果 松年大学还期待透过歌唱学习 要提升长辈的视字率 也让大平国小的孩子与教师们有机会老幼公学 促进带肩情感 阿公阿嬷有一个场所 然后我们有这些设备 然后让他们可以走出来 跟他们的来这个地方 跟就是他们的朋友们 就是一起聚在一起 然后唱台语歌 那我们并没有要求阿公阿嬷一定要唱得很厉害 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很开心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获得乐趣 可以见到教唱歌的老师也是相当年轻 有趣的是老师表示 这门课大部分都会选择台语歌曲 虽然老师对台语并不流利 却是可以跟长辈们求教来学习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共学 而每一堂课结束 不论是长辈还是老师都收获满满 不错啊 这老师都不错啊 对啊 她也很高兴的啊 对啊 对啊 台语牌都可以哄一首歌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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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啦 台语 国语 国语 国语比较没啦 台语了而已啊 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挑战 因为本身不是就是讲台语的 所以有时候我的台语的发音不标准 所以他跟他们还会教我这样子 长辈们手中拿着歌词 仔细地听老师唱 跟着歌词学 大家齐声唱 而歌唱班的班长 每周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天 来到这里学习唱歌 也结交很多爱好唱歌的同好 生活有了更多的乐趣 也多了分享乐趣的好朋友们 记得廖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